最近,全红禅在巴黎奥运会选拔赛后回到北京备战,期间有媒体报道他受伤的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中国香港的影视巨星欧阳振华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全红禅伤病的关心,进一步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然而,全红禅在另一个社交平台的最新视频中表示自己没有受伤,让大家不用担心。 事实上,在武汉选拔赛中,全红禅确实出现了伤病影响比赛,但现在已经恢复,没有太多问题。 近日,港新欧阳振华在社交媒体发帖关心全红禅的伤势,在听到全红禅的回应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这位年轻的跳水运动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跳水队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的偶像。 他的努力和坚韧,不仅在奥运赛场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人。 全红禅的知名度不仅仅是在体育圈,他的故事和精神也感动了各行各业的人。 欧阳振华作为中国香港的影视巨星,能够关注并关心全红禅的伤病,足以看出全红禅的影响力和魅力。 这也进一步证明,全红禅不仅仅是中国跳水的代表,更是中国体育的代表,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全红禅的伤病问题虽然让大家虚惊一场,但也提醒我们,运动员的伤病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敌人。 事实上,在武汉选拔赛中,全红禅确实出现了伤病影响比赛,但现在已经恢复,没有太多问题。 在追求成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 毕竟,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持他们走向更高的舞台,创造更辉煌的成就。 在此,我们希望全红禅能够好好休息,调整状态,为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予全红禅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让他能够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全红禅是中国跳水队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希望。 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比赛都牵动着我们的心。 我们相信,你一定会用你的实力和毅力再次证明自己,为中国跳水队,为中国体育事业再闯辉煌。 最后,呼吁大家不要给全红禅太多压力,让他安心训练和比赛。